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联络电话04-2238-9987 4月7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玄天上帝万寿 上午八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问水 又供即甘露失实 联络电话07-556-9911 07-710-3522 07-722-1749 07-365-4369 07-221-2323 07-783-1120 07-622-2555 4月9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屏东万丹慈悲超度到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问水 又供即慈悲失实 联络电话07-710-3522 08-707-1190 4月10号星期日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 祭功活佛成道 上午八点半 麻豆园区 亲民孝亲报恩 传授八关灾解 护生 点万灯 供问水 又供即慈悲失实 联络电话06-213-1112 06-571-9119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与慈悲生活在一起 生命电视 触动 行动 真感动 接下来请收看 妙香佛国 彩云南县 阿弥陀佛 福国寺深藏在丽江淳北的直山腹地 救命解脱林 在海淘法师云南参访行程中 福国寺特别请海淘法师前往 法师慈悲开示了生命的真实意义 而修行 是在一切因缘中不忘众生苦 将功德回向一切友情 阿弥陀佛 的qui震份 当中无佛 的没有很 Agrosed е美好 在丽江淳 dul 啊 與 Nummer 之后 相 permite 您 stealth 一筒 今天非常非常地高兴,很荣幸,我们的海盗华士来到福国室,非常非常高兴,请海盗华士给我们开四开四一下。 今天我的生日非常非常地免费,谢谢啊。 一心顶礼,大悲万世音菩萨,一心顶礼,康玛巴尊者,一心顶礼,同巴护佛,一心顶礼,我们健康上升。 各位浪漫华士,各位浪漫华士,各位浪漫华士,阿弥陀佛。 我想佛教讲音乐。 因为刚刚我碰到我们上师,我也觉得很亲切。 在我们上师说,什么都有音乐。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康玛巴,非常感动。 就像儿子碰到爸爸,不想走了。 所以,我想生命的目的,是找到自己。 我们以前大部分就往外求,从别人的眼光,或者世界的遗忘物质的占有,来找到自己。 这个叫做迷失了。 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就是说你,高了一个音乐。 你终于看到内心里面,真正需要的。 当然以前我们认为需要的是爱情啊,情情啊,家庭啊,成功。 但是这些,也会让你受苦。 因为凡事都是,变化。 我这样讲,小朋友听得懂吗? 会讲爱意吗? 还重要。 所以,就像很多人问我,我为什么要, 从家。 我想,从慈悲心找到我们的家。 前经有人问,释迦摩尼佛, 祖佛陀啊,请问你住在哪里呢? 佛陀回答,我住在示范柱。 什么叫示范柱? 慈悲喜神。 慈悲喜神才是我的家。 所以我们今天在, 打杯观音符上, 这个解脱的理念。 希望各位有够, 找到你的, 自己本来的面目。 慈悲喜神。 就像干妈妈经常说。 修行,就是四个字。 母子相遇。 你看到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人, 就像回到, 妈妈的怀抱一样的, 亲切。 那如何母子相遇呢? 那就是要免费。 大悲心, 看到自己的妈妈。 所以包括一个, 灵命中的人。 只要他愿意, 念到, 或是听到, 干妈巴尘。 他自信的大悲心, 就会升起来。 他就可以回到, 极乐世界。 那种快乐成佛的家。 所以释迦摩尼佛要我们, 说你掌握一个教法, 你就掌握释迦摩尼佛所有的教法。 那就是, 大悲心。 但是为了要, 圆满大悲心, 我们要学忍住, 不要生气。 所以很多人说, 大悲心是不动佛的化身。 不动佛, 他就跪在十方诸佛面前发愿。 我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对任何一个众生, 其成分性不生气。 用我将来成佛, 能够名为不动佛, 帮助所有怀孕的女人, 帮助所有小朋友, 帮助所有在第二轨道上。 所有受苦的众生。 所以我想, 为了要帮助众生, 我们要修忍辱。 今天我们要培养慈悲。 我想培养慈悲心。 很重要, 就像一个女人谈恋爱。 她每天, 回去, 找她男朋友, 买东西给她, 对她很好。 但是这个是苦的。 那我们讲的, 持对心是, 你要对整个山和大地, 都有大悲心。 像我今天来这边, 我会觉得, 各位住在这边的, 这边, 我们这些小老, 太太太, 幸福了。 这个地方像, 极乐世界一样。 但是呢, 中国有一句话, 勿忘世上, 众生苦。 所以虽然我们在庙里面, 修行很快乐。 但是我们不能忘, 世间很痛苦。 一江人现在忙着赚钱, 很痛苦。 忙着到河边吃雨, 很痛苦。 现在很多人忙着买跑车, 很痛苦。 现在女人忙着要去染头发, 好痛苦。 现在男人忙着要买跑车, 好痛苦。 因为世间的这些爸爸妈妈, 哎呀, 很痛苦。 所以, 刚爸爸写了一首诗, 很好。 各位列一下, 来。 善师如母众, 善师如母众, 不愿, 无两苦。 何人无量苦, 亦冉昌生起零。 世事有不离, 我们要隐藏想着, 世间人, 众生很多牛被杀 很多猪被杀 这些都是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生我们 养我们 妈妈的肚子 变成我们 打小便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妈妈叫我们 叫妈妈念吧 像各位现在会讲话都是爸爸妈妈教的 所以要一直想着 所有众生 都是做过我们的妈妈 对我们这么好 结果他们还没有解脱 他们还在轮回 一直在追求快乐却很痛苦 所以善事如母众 男人想到心里就会哭 无量的苦在妈妈身上 像我会出家 是因为我的妈妈生病得癌症 我才会出家 因为我自己 就不像各位这么福报 很小可以学佛 我33岁才学佛 那时候我妈妈更好得癌症 所以我每天就会跪在妈妈旁边 为她诵经 希望她不要痛苦 后来就想有什么方法对妈妈最好吗 就看到经典说发菩提心 成家 就是孝顺妈妈最好的方法 我那时候就决心要出家 不过不像各位这么福报 我那时候有结婚 我的小孩跟各位一样大 我爱她爱的钥匙 她大概 我爱她比她超过她爱我 我没有看到她我就很痛苦 跟跟我妈妈一样 她是为了要 要让妈妈 能够脱离生病的痛苦 所以我就发愿要出家 当然出家就要放下世界的感情 只能用吃的一些 所以你要 你要一直想的所有的众生 都像我爸爸妈妈在受苦 所以没有妈妈 所以我一定要努力修行 所以意念常生情 各位每天在打坐 念仪轨 一切都不能够离开 对众生的痛苦的感受 刚才我讲的很重要 大悲心不是讲的嘴话 是一种感动 感受 就像你的妈妈生病 你的女儿生病 你会哭啊 你很痛苦啊 这个才叫悲戒 意念常生情 不是光对你的妈妈 所有的人 今天有信徒来的 有一只鸟飞过来的 有一只 鸟走过来的 甚至刚刚在做烟供 在圆眼就看到了 我就一直念 希望这些供养 也能够布施给 三神 鬼神 大家的祖先 堕胎的胎儿 所以要 为他们 世事永不离 各位要学我们 众巴佛佛 学我们历代祖师 噶妈巴 正愿再来 一直来 只要有一个妈妈 还在受苦 我们就一直来 一直来 直到我们的这个 爸爸妈妈解脱了 所以我想 我们进到解脱里面 解脱里面 放在这个观念部上 要帮助众生解脱 我们要保持大悲心 但是为了要圆满这个大悲心 我们要思维空性 因为这个世间 离开别人 离开世界 离开我们的国家 离开我们的国家 所以 为了众生 不管你今天 你修什么仪轨 读什么高的经典 我们做义官 像各位 小辣妈 来寺庙 学佛 读书 我想的 我们都是为了 为了众生 所以我们才要来 修学佛 但是我们能力不够 但是我们要求祂祈愿 观音部上 祈愿上师 加持我们三下的妈妈 加持世界各地 加持地狱到 乐鬼到 出生到 所以我们念 欧望里面 要帮助六道 所有的生命 都能够 离苦得 为了要帮助众生离苦得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 成佛 就像我们重罢活活一样 一定要成为一个佛陀一样 不断 不断 不断的 来帮助众生 那为了要成佛 那我们一定要 消除我质 我们加持 最重要的大手印 就是要有空性 我想空性有时候 你不太容易 去了解 不过 阿里加尊者说 要成就自己 最快的方法 就是以广大心 去意义众生 那你就很快的 正的空性 所以佛教讲 空性 是一种关系 什么叫关系 我跟树有关系 我跟土地有关系 我跟牛 跟马 跟人 都有关系 我们跟任何的民族 我们 云南是 多元种族 那些人 有藏人 有汉人 有各种 有百族 有什么族 你最好忘了 你是哪一族 我跟你同一族 所谓空性 是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没有你就没有我 你那一边就是我们这一边 所以空就是你要跟万事万物众生 连在一起 所以空性的 空性的展现 讲过我刚说的 空性的展现就是悲心 慈悲心的本质就是空性 所以我们要 为了要成为佛陀 就像佛塔一样 我们立将有这个世界 最光明的佛塔 造了整个世界 那佛塔就代表佛 每个人要成为照亮世界 就像我们点灯点像一样 燃烧自己 光 当路 布施给众生 所以 今天各位很有福报 生活在一个最美丽 最安定 最安详的地方 那我们每天修行 这个地方叫福国寺 中国现在强大 经济政治很好 但是我们还要用我们的修行 来祝福这个国家 我们所有世界的国家 都得到佛法的利益 佛法像阳光 像月亮一样 所以我想 没有哪一个法比较好 大宝法王说 动机决定一切 你的动机 今天我修这笔异鬼 我闭关打坐念佛 目定 就是为了整个地球 所以我师父叫我 到哪里带一个地球 地球 就是我的道场 不过有一点 我们讲大悲心呢 必须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我们要愿意承担众生的苦 今天我到福博寺来 我叫花园 福博寺就是我的责任 今天这边的一花一草一木 陪一个小朋友的健康生活 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必须孤独的 很认真的来负这个责任 所以尽你的姻缘 去让对方快乐 让对方没有痛苦 让对方快乐就是痴 让对方没有痛苦 就是背景 为了如此 我发愿 把你的事承担成为我的事 要不想 这是我们大乘佛教 特别是我们甘麻辣的教法 所以 这种大悲心 去承受众生的苦难 而不断地 不断地来轮回 轮回就是我们的净土 因为只要有众生 在受到 我们就必须不断如此 所以 因为今天大家聚会 也是我们上师的生日 所以他把法王说 生日代表什么意思 以前他说我想到妈妈 现在我生日了 我才知道说 哎呀 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的妈妈 生命的意义在于报恩 感谢这些所有的妈妈 我们能够生下来 是因为有爱 这个世界充满了慈悲 充满了爱 我们才有这个生命 所以我们 要把我们的生命 来奉献 来报恩 所以我们 中国有一位 弘一大师 讲的一句话 非常好 他说 世门长眼 忘事上苦人多 我们寺庙里面经常 门关起来 门门闪关 休息 但是不要忘 寺庙外面 有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爸爸妈妈 众生 在受苦 在受苦 所以我们一门 一休息 一念一鬼 马上要想到掉眼泪 要有感受 感受到众生很苦 是我在这边修行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么多 未来的佛 这个世界 就在你们身上 我们上次很慈悲 都为了培养你们 你们要会讲藏文 你要会讲中文 你会讲英文 要会读各种的仪轨 不但各位要有 懂得干嘛干嘛干嘛的仪轨 你要懂得华言经 地藏经 论言经 你要懂得巴黎文 以后的世界 不能说我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我是南传佛教 以后的世界 我是佛教徒 所有善法都是佛法 慈悲是我们的宗教的主题 慈悲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讲英文我就讲英文 你讲拉丁文我讲拉丁文 你讲日文我讲了日文 只要能够爱你 能够沟通 能够帮助你 这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所以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今天大家 活着就是要帮助别人 所以帮人家乘饭啊 帮人家扫地啊 帮人家洗衣服啊 帮人家看病啊 我们出家人不是光学经典啊 弥勒菩萨说 不懂世间法不是菩萨 我们要从五名处学 要从十名处学 要做医生 要做老师 要做总裁 要做护士 要会煮饭 要会扫地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修学方法 跟藏传有点不一样 我们刚出家 那三年跟七年 都没有看经典 每天就擦地板 每天跟老婆上洗衣服 每天帮人家洗碗 然后扫地扫地 不能光扫寺廟 扫到外面的公园 扫到外面的厕所 哎呦 我是董事长 我很有钱来出家 因为我老师父叫我 每天清水沟 每天扫地 就陪那个老人 我有一天有一点 不高兴 我读那么多书 我打那么多钱 每天叫我扫地 我不知道来看经典 然后师父就摸摸摸摸 很久了 你很甘愿 原来这个才叫出家 我是要来服务别人 如果你有一个服务别人的 一个心态跟行为 让你再来看经典 就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汉人有一句话 我师父讲 蛇喝水会变毒 如果你不了解佛法的动机 是为了服务众生 你看很多经典 你修很多衣柜 那你这个蛇会被毒 会咬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修行 是为了利益众生 我们汉人有时候来拜拜 求发财 求健康 求老公对我好一点 求漂亮一点 当然佛法可以满足你世间的快乐 但是真正的佛法 我来这边 拜观音菩萨 拜佛陀 拜干嘛帮 拜上师 就是要求我自己能够慈悲 原谅对吧 求我自己不要贪心 让所有的穷人都有钱 我穷人没关系 让所有的人都健康 我生命没关系 因为所有的灾难都在我身上 我的功德要给对方 我们是求这个 这个叫空静 让我有能力 消除我质 不怕痛苦的 去承受别人跟众生的痛苦 那一只牛要被杀了 你身体都在痛流血 你修得很好 因为你要修这个自他交换 你要路程 你修得很好 你修得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友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生生实施不间断地 保护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不要灰心 不要丧气 不要讲那种不好的话 很多人很喜欢伤害别人的意志力 他在持咒不用持了 他在念佛算了 念佛没有一心不断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不用去 去倒山内院就好 你就一直讲那种打击别人的想法 这些想法都是悲观的 去也去不了 随喜所有功德 但是我把我修行的经验提供给你 参考 这样加入 放生也好 吃作也好 咽口也好 试食也好 咽供也好 都是好 因为这些可以 你要以健康的正面的想法去想 可以 你要以负面的一些想法 这一点永远要注意 我发觉很多人修行或是出家了 我有时候跟他们聊天 社会没求 那没好 你别说话 死到没变 佛讲的是 众生皆有佛性 大家都可以成功 五祖欧世 当下就是净土 因为你心变世界变 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修行 所以佛会告诉人 不要用你的念头 保持正念 六念法 老实这样去做 你要这样去做就开发智慧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智慧不会开 昨天犯错了 今天还是一样 昨天忘记 今天还是忘记 昨天发脾气 今天还是发脾气 因为他从来没有法的加持 只有他个人的努力 没有用 你的脑筋也不会开发 你的口才也不会开发 你做事的能力也不会开发 明明三宝的力量那么大 从不用 从不用 那你就等于没吃药 宜生就保佑了 给你 叫你一天吃三宝 发生的鸭吃鸭的你都不吃 真是不吃 era 你都不吃 那麽 那麽 这些像是 一样的 我